謝謝趙議員 請進晚會主委 請進晚會郭主委 主委啊 剛剛立委所問的 原大標譜 原油正惡 就是因為這場戲演得 環環相扣 天衣無縫 讓大家覺得就跟 情節電影一樣 那我就說你剛剛一直講的 他的造勢商跟他的自營部 這是切開的 這是防火牆 所以你是在跟我講說 這個期貨公會裡面的 造勢部也是原大證券 造勢部門也是原大證券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解釋清楚 這一邊那個 這個什麼 發行商他去找期貨公會 對不對 期貨其實裡面 發行商是原大投信 原大投信 對對對 原大投信 不是原大證券 他18號的時候去找這個 期貨公會 期貨公會裡面的常務理事 就有原大期貨嘛 理事也有原大期貨嘛 這些你都知道嘛 所以在外界會說 這些人他的相關背景關係 有沒有連結在一起嘛 你可以去解釋啊 你說這完全 你就做過調查 所以我重視的是 你看18號來講 對不對 然後19號就出了一個變化 你可以把這個時間點跟大家解釋 說你手上另外一個武器就是 剛剛你自己講的嘛 這個指數信託型的這種 期貨信託基金 他如果要下市 他達到那個標準 來到單位禁止有沒有 小於這個超過90%的時候 其實你還有一個核准期 那為什麼你不使用核准期 你這個權限 你就直接19號韓令就出 我要問這個啊 你還有另外一個武器啊 你剛剛自己也講 我聽得好清楚 你有一個月到一個多月啊 你不會可以立刻出手啊 我就問你啦 他3月18早期貨公會 他的官網上 這原大的官網上 還跟大家講說 他要請你們 拜託你們 說他希望能夠免於清算 是不是如果達到下市的標準 就一定要清算 他盤中還 官網還發這個消息耶 可是他在盤中又做什麼事情 然後3月19上午做這個事情 他的官網公告 下午你們就立刻發一個函視 而且你在1點鐘 當天的財委會備詢當中 你在1點 下午1點的時候 也跟記者講說 叫大家有沒有 不要暫時 暫時不要急於出手 這時間點扣得太近啊 我在講齁 我在講 你可以不出這個函視 你有一個月的時間 你不去動用你的權限 你立刻要出這個函視 這函視是局長 還是你過手這一關 跟委員報告齁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做這個函視 就我們決策的過程來看 你認為是要快還是要慢 因為如果越慢 那不是糾紛越多嗎 可以快 但是你手上還有另外一個武器嗎 那不是 你剛剛提到說 我們從整個核准到下視到清算 要一個半月 那如果我們一直拖著 那如果我們是決定 就讓他下視 那當然這個核准的期限要一個半月嘛 但是如果我們是決定 就是他因為只有一天 那事實上他這個低於 只有在1.9幾快 那事實上 在馬上就回來的這個情況下 假設我們要變 這一個解釋令的話 那當然 在決策的過程當然要快嘛 因為快才會免於 您剛剛所有提到的這些狀況 好 你說快喔 你快之後呢 是對這個散戶有利 還是今天這個情況來看 是對他們不利嗎 我們認為對於這些 我在講喔 你慢個幾天 慢個幾天 那不是大家一直猛拋 然後我們再變更 那不是大家又來罵了更慘 不是 你有那個 就是說你今天做 你說你是一個快的處置 對散戶能夠好 那我們就當然就同意 可是你這個判斷下去之後 是沒有對散戶比較好 然後你現在還要回頭 來來來 你現在還要回頭 給他們做一個申訴的一個制度 那你把申訴的制度 各位報告 對七萬多個投資人來講 他們是 他們認為是好的啊 那所以就快嘛 他們認為是好的 對啊 那現在大家在質疑的是 元大政見有沒有從中獲利 這個我們要查嘛 我們不會允許元大政見 所以他們來講是好的 那你今天不是好像有講出 金管會要給這些散戶有一個 申訴的一個管道 申訴的一些要件 因為那就是發生在那一個半天 想說他有沒有因為這樣子而急著去賣 那因為是聽從營業員的講法而去賣 這個部分我們來了解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因為你我剛剛已經在提到 就是說 所以你看這當中產生一個 他就跟營業員問的時候 營業員跟他說 哎呀快喔 這個要下市要清算了 他並不是聽到營業員講說 我們齁 正在努力 希望金管會可以免於下市 免於清算 對吧 因為因為你現在按照 按照如果一般的講法是說 他合於下市的標準 那他就要下市 所以 投資人如果這個時候盡快拋售 那我們如果又等等等等好幾天 那不是很多的投資人去猛拋嗎 這個到底是對散戶好 還是對散戶不好 你在19號以前一個禮拜前 天天預告要下市 要下市的跌破了 要注意了 19號突然反手 你說你的快 你剛好快到不慢之中有沒有 讓人家 那我這樣講好了 你除了這一支 你覺得會這樣子以外 還有其他的這個有沒有 期貨信託基金 你覺得還有哪一支 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或者你就是因為這一支基金 特別這樣做啊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 因為最近原油的價格 變動太過激烈了 只有差嘛 所以當然還有另外 你如果講是說 現在有兩支這樣類似的原油基金 一家是那個什麼 接口 一家是原大這兩支 那我想我們的用意 都是在保護這些7萬多名 還在的投資人 他們不要因為下市而受到 這個重大的傷害 所以才做 那我們的決策過程當中 也是盡量就是說 如果決定要改成30支 那就盡量要快嘛 你越脫這個產生 這些這個散戶的損失 也有可能會越多啊 所以我認為 在這個決策過程當中 當然是一定要快 沒關係 你覺得說 決策快就對散戶有利 到時候就看那7萬多人有沒有 到時候是來申訴的多 還是申訴的少 就可以驗證說 7萬多個投資人都是來感謝的 好 那如果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主委我可以接受 你在 背群賽上講說 7萬多人都是來感謝的 我說到處就看 他們都是來感謝 OK嘛 就如你所講的嘛 對不對 就沒有質疑了嘛 可以嗎 我剛剛也提到說 有51件書面曾經提及自己受損失嘛 這個也是事實嘛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處理 有關他到底有沒有自認權益受損失 這個的人數 還有他是不是有 因為是聽從證券商營業員的建議 來造成損失 這個我們也要了解 那另外元大的這一塊 到底有沒有從中獲利 這個是我們會請這一個證交所 來提出一個完整的報告這樣子 好不好 我剛剛也講了 這也不是只有針對這一支原油證二的 這針對其他的基金也是 彼此有這樣的一個適用嘛 你剛剛還提出了另外一家了 那我第二個問題是 今天關國銀行都有到 現在房貸就是1加1嘛 降2嘛 信貸1加2降3嘛 那學貸咧 學貸只有降1嘛 我知道啦 學貸本來利率就低嘛 但是其實大家都降2嘛 降3嘛 學貸是學生 有沒有 那要不要多降一點 這個可不可以去努力一下 學貸是由教育部 我知道他們有多少錢 如果以50萬元的學貸金額479塊 學貸降1嘛 也不過利息錢變成375 但是你就看到房貸跟信貸在降了 再去協調一下 努力一下 不是金管會主政的 台營要不要 我說請你去建議 我把這個提出來給你 那你要說金管會主政的 我現在就來講 有關於 剛剛前面也有委員提出 就是有關於我們配合各部會的紓困增薪方案 他是說 其實後來各銀行有沒有 對紓困方案做得少 還是在做自己的這個受信放款 那除此之外 我另外整理出來的 那我又再把這個題目衍生 我把公股行庫跟民營行庫切出來 那民營行庫又做得比公股行庫多 我跟你講 那這些基本資料我不講 我就直接講 公股行庫 總共受理四百四十七件 核准十三件 百分之二點九 總共受理八十八億 核准兩億 只有二點六 可是人家民營行庫全部加起來有沒有 總共受理一百七十六件 核准了十九件 三十七的受申請受理 總共合了五億 分別達到百分之十跟百分之十五 都優於公股行庫對政策的配合 你怎麼講 我想受理的件數是公股行庫比較多 那核准的這個速度上面是實際的狀況 到底是如何 可能要再了解 這比明明行庫差 也就是說可能說 數據我已經統計出來 舊貸的展延也好 或者新貸狀況的不同 可能再進一步還要做一些分析 這樣子 這數據差很多 我剛剛讀的主委有聽了 那我就想了 現在兩個問題發生 第一個 我們這個 全部的行庫或是說 尤其是這個關谷行庫 它有一個問題 它平常其實就有受信五批 你平常就有很多監理的規定 那你現在叫它說上門就不得拒絕 到時候它不小心放出去 它責任重大怎麼辦 你有一個免責條款 可是我讀這個免責條款 到底有什麼差別 你是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 就是說不是這樣子 所造成的一個呆帳有沒有 那免除它的相關行政跟財務 那也可以免除這個審計法當中 這個全部損害之賠償責任 這個跟平時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免責跟平時有什麼不一樣 跟委員報告了 實際的狀況應該就是說 他收了以後 他初步審核以後 他就交到信保那邊去 那假設 因為現在幾乎都搭配信保 假設信保願意來接的話 所以原則上這個時候 在紓困的時期 這個受信的條件 在這個時候略做調整 那因為信保已經同意了 所以主委是說這個免責已經有 比平常的責任來的更優待一點 是這個意思吧 比如說信保至少八成 八成五九成甚至十足了 所以這個的時候在這種 民眾有兩個擔心 一個擔心是 這些銀行自己壓力測試 做得怎麼樣有沒有 你上門來就不拒絕 盡量去放款 配合政府輸款的政策 那銀行自己受得了受不了 這其一嘛 其二就是說 其實你這個免責也是寫一個得字 得免除 不是因免除那些責任喔 他說我現在放出去了 到時候你秋後算帳 我現在不放的話 又不配合政策 我要問的就是這個啦 那因為質詢時間已經到了 那我們是不是請委員後續 再把這些問題請金管會再說 他可以打個兩句啊 我想基本上來講 免除行任責任 是讓他這個不要太過度的擔心 但是基本上的受信的五批原則 在還是要做一個初步的審核 只是說是按著送到信保以後 信保已經同意了以後 回來以後 他相關的這些責任 按照剛剛講的免除行任責任 就應該可以很大程度化解 有沒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問題了 應該就沒有這樣的顧慮存在 我希望說最後看到關谷航庫做出來的成績 是比民營航庫還要好啦 反正一定會一直追蹤下去啦 好 謝謝江永強委員 我們請莊瑞雄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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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